2015年3月8日 美国威斯康辛州的一对夫妇 倒在了血泊中 丈夫的头部颈部各种一枪 而妻子的身上有30多处刀伤 他们的三个小女儿则被反锁在房间内 随着调查的深入 案发现场的种种线索 将犯罪嫌疑指向了他们17岁的大女儿 然而令人大跌眼镜的是 这个年仅17岁的女孩之所以犯下血案 竟然是为了报仇血恨 2015年3月8日 美国威斯康辛州莱伊兰德的911接线员 接到了几通奇怪的报警电话 这些电话是由同一个号码播出的 但接线员每次接起来都没人说话 听筒里只能传来一些奇怪的心疏声 随后电话就会被挂断 只能听到信号不好 暂时无法接通的提示音 这让接线员感到十分疑惑 这几通报警电话到底是无聊的恶作剧 还是身处险境的人发出的无声求救呢 为了查明情况 警方最终定位到了报警电话的所在地 并迅速赶往了这个地址 这是一栋两层楼的住宅 由于大门是锁着的 警方便撬开锁走了进去 一进门 他们就被眼前惨不忍睹的景象吓了一跳 一名中年女子浑身是血地躺在一楼楼梯过道里 她的身上有很多刀伤 另外二楼卧室到楼梯处也都是血迹遍地 一名中年男子躺在血泊里 而她的身上和头部各中了一枪 随后警方发现了被遗留在现场的作案工具 他们在厨房水槽里发现了一把猎枪 又在橱柜上发现了一把缠满发丝血迹斑斑的刀 还没等警方继续开展侦查工作 一楼的一间卧室里传来了拍门声 警员将房门打开后 发现了三个被锁在屋里的小女孩 他们因为害怕蜷缩到了一起 身体一直在瑟瑟发抖 看到如此场面 在场的警察们顿时心生怜悯 在他们的安抚下 三个小女孩的情绪慢慢稳定了下来 警方从他们口中得知 他们三人是姐妹 其中年龄最大的才九岁 报警的便是她 但由于房间的信号便不好 所以每次报警才会听不到说话声 他们告诉警察 在昨天三月七日 他们先是在家中听到了两声枪响 随后又看到大姐爱实力和妈妈发生了争执 在听到激烈的打斗声之后 屋外便安静了下来 紧接着 大姐爱实力找到了他们 并对他们说 自己想要邀请他们一起玩一个游戏 随后爱实力就将他们带到了这个房间 并在给了他们一些食物和饮料之后 将他们锁在了这个房间里 不久后 屋外就什么动静也没有了 由此可见 失踪的爱实力有重大涉案嫌疑 警方的调查重点 也自然落在了对她的排查上 就在此时 有人向警方反馈 他曾看到爱实力和他的男友瑞安 一起驾车离开了当地 于是警方调取了沿途的监控录像 并发现了爱实力与瑞安的踪迹 最终 警方在印第安那州的布恩郡 逮捕了这对情侣 在被捕的时候 他们正要前往田纳西州 准备到瑞安的亲戚家暂时逃避 面对警方的询问 男友瑞安坚称 对一切毫不知情 并且否认了警方的一切指控 后来 警方在进行了对案发现场的 勘察工作之后 确实撇清了她的嫌疑 于是瑞安很快就被释放了 而在另一边 爱实力也一直大呼冤枉 她坚称自己是无辜的 还说死去的母亲詹尼芙 才是谋害继父托马斯的真雄 而自己则是在继父的遗体旁 受到了母亲的攻击 出于自卫才开始反击 因为情况紧急 加上心慌意乱 爱实力也不知道 究竟刺了詹尼芙几刀 只知道缓过神来的时候 母亲已经倒在了血泊之中 爱实力的供述看似合理 但如果谋害托马斯的人是詹尼芙 那那把猎枪上的指纹 为何会是爱实力 而不是詹尼芙的呢 如果爱实力刺杀詹尼芙 仅仅是出于自卫 那他又为何将三姐妹 锁在了房间里 自己急匆匆地开始逃难呢 面对警方质疑的这些问题 爱实力并不能解释清楚 随着询问的深入 时间一点点被拉长 爱实力的心理防线 也彻底崩塌 终于向警方承认了 自己谋害双亲的事实 并把来龙去脉 一一解释清楚了 然而让人惊讶的是 在审讯结束之后 了解了爱实力作案原因的警员 竟然心疼地给予了他一个拥抱 爱实力马丁松 于1998年3月6号 出生在美国堪萨斯州 他的父母在他很小的时候 就离了婚 之后 他就一直跟随母亲詹尼芙一起生活 小时候的爱实力 是个善解人意 又很开朗的女孩 然而在9岁之后 他的脸上 就再也看不到那阳光般的笑容了 在爱实力9岁的时候 他的母亲詹尼芙 交了一个新男朋友 这个男人经常对爱实力全打小题 用香烟烙烫年幼的爱实力 不仅如此 这个男人还将爱实力 骗到了自己的车上 对他实施了侵犯 而爱实力的母亲詹尼芙 在知道这一切之后 不仅没有阻止这个男人 对他的暴力和侵害 甚至还会主动让这个男人 在晚上给爱实力盖被子 或是洗澡 以上种种糟糕的经历 让爱实力的性格 逐渐变得阴郁了起来 一段时间之后 母亲与这个男人分手 爱实力的日子才好过了一些 但这样的好日子并未持续多久 詹尼芙又开始了寻觅各种男友的生活 2011年3月 詹尼芙在网上 认识了一个离了婚的男人 他名叫托马斯·埃尔斯 居住在北达科他州 正与两个女儿一起生活 詹尼芙与托马斯几乎是一见钟情 他们在约见了几次面之后 就决定了以后要一起生活 终于 在2011年12月 詹尼芙和托马斯在认识了9个月之后 就迅速地登记结婚了 到了2013年 詹尼芙又给托马斯生下了一个小女儿 托马斯是一名石油工人 詹尼芙是家庭主妇 平时在家里照顾四个女儿 作为大姐姐的爱实力 平时帮助妈妈照顾妹妹们 姐妹之间的感情一直都很好 爱实力本以为 自己终于可以享受幸福的家庭生活了 然而爱实力的人生 还是再次坠入了深渊 爱实力的继父托马斯也不是什么好人 他前科累累 曾因绑架 性侵和家暴等犯罪记录 被判刑进过监狱 成家后 托马斯经常对三个亲生女儿 继女爱实力 以及妻子詹尼芙辱骂虐待 他命令妻女承担所有家务 稍有不顺心 就使一顿皮带抽打 不仅如此 他对詹尼芙母女的占有欲极强 甚至会禁止亲女的朋友们来家中 因此 爱实力母女俩 在搬进托马斯的家后 就与所有的亲戚朋友们失去了联系 爱实力在外做兼职的所得薪水 也必须全部上交给托马斯 除了上述这些外 托马斯还曾当着亲女们的面 杀死家中的宠物狗 并将宠物狗的遗体扔给了熊吃 这让他们都觉得残忍又害怕 2013年12月 由于托马斯和爱实力之间的矛盾过于严重 以至于到了水火不容的地步 詹尼芙便将爱实力送回了他的亲生父亲杰瑞米身边 然而仅仅过了两个周 爱实力就再一次回到了家中 因为他的亲生父亲也对他实施了暴力行为 2013年12月13日 堪萨斯州警方接到了一通来自杰瑞米邻居的报警电话 在电话中邻居告诉警察杰瑞米在接到女儿爱实力后 就一直在对他进行家暴 警方在赶到现场后 杰瑞米痛快地承认自己扇了爱实力耳光 在这两个周里 他也一直在殴打爱实力 就这样 15岁的爱实力又一次被送回到了那个黑暗的家 他的身父杰瑞米再也没有在他身边出现过 2014年 爱实力与一家人搬到了康斯威星州莱因兰德 在这里托马斯开始变本加厉地虐待他们 爱实力常常一觉醒来 就能看见詹尼弗尖叫着请求托马斯 饶他一命的样子 然而 作为唯一有反抗能力的成年人 詹尼弗不但不反抗逃跑 他还开始参与到对四个女儿的虐待当中 与托马斯一样 詹尼弗开始频繁地用皮带抽打这几个孩子 不仅如此 詹尼弗也不愿意承担起作为母亲的责任 把给小女儿喂奶 换尿布和洗澡的工作 全部交给了年纪稍大些的其他孩子 在这样的家庭里 爱实力感受不到一丝幸福与快乐 她的耳边永远充斥着家人的哭叫声 和继父的怒吼声 渐渐地 爱实力开始对血腥暴力的文艺作品产生了兴趣 在一个她自己开设的私人博客中 爱实力将自己称为吸血鬼 她来自威斯康星州的黑暗森林 在爱实力发表的一篇名为梦魇的博文中 也充满了她对鲜血死亡等元素的猎奇描写 不仅如此 爱实力还曾贴出过一副诡异的滋花笑 画作中有个浑身赤裸 面目模糊的女孩 她长着一双黑色翅膀 坐在满月下的墓碑边 女孩身边放着个白森森的头骨 头骨的眼眶中插着一只红色的玫瑰 显而易见的是 爱实力的精神状态已经在崩溃的边缘 而她的男友瑞安的出现 则更是让爱实力与家人的关系极具恶化 爱实力的男友名叫瑞安·西斯科 由于她比爱实力大五岁 所以在交往的过程中 瑞安一直都很照顾爱实力 她给了爱实力从未有过的安全感 也让爱实力千疮百孔的心理创伤愈合了一些 在二人热恋的过程中 爱实力终于又开始变得开朗 然而 詹尼弗和托马斯却并不看好瑞安 2015年3月7日 在爱实力17岁生日的第二天 詹尼弗就发现了爱实力与瑞安的恋情 她认为 瑞安是在欺骗尚未成年的爱实力 希望爱实力赶紧和她分手 为了阻止他们的恋情 詹尼弗和托马斯 还曾给瑞安发过威胁短信 声称 如果她再不和爱实力分开 他们一定会想尽办法把瑞安送进监狱 紧接着 为了不让爱实力和瑞安继续联系 詹尼弗还拿走了她的手机和钥匙 在家里 詹尼弗和托马斯对如何处置爱实力展开了讨论 詹尼弗认为 应当让爱实力离开这里 这样一来 瑞安就找不到她了 而托马斯则认为 爱实力应该退学在家里接受教育 她未来的大部分时间 应当被软禁在家 听着父母对自己命运的安排 爱实力的心理十分不是滋味 于是她趁着父母不注意的时候 偷偷地从家里离开 准备逃到邻居家中躲躲 但她很快就被托马斯抓回了家 回到家中后的爱实力万念俱灰 她从家里拿了一把上了膛的猎枪 躲进自己的卧室 打算自我了结 可托马斯一直在门外大力地拍打她的房门 边拍边辱骂着爱实力 于是恼羞成怒的爱实力再也无法忍耐 她觉得与其自我了结 还不如先解决了托马斯 于是爱实力打开了房门 她先是朝托马斯的脖子开了第一枪 接着又对着她的脑袋开了第二枪 很快托马斯倒在了血泊之中 听到枪声的詹尼弗上楼查看 爱实力原本打算寻成母亲的安慰 可詹尼弗不仅没有安慰女儿 反而抓起了放在楼梯间的一把装饰刀 狠狠地扎到了爱实力的腿上 那一瞬间爱实力从小受过的羞辱虐待侵犯 像一部影片一样在她的脑海中播放了起来 爱实力意识到眼前的这个女人并不是值得她尊敬的母亲 而是将她一次次推向深渊的恶魔 于是爱实力抢过了詹尼弗手上的小刀 并与詹尼弗扭打在了一起 在混乱中处于暴怒状态的爱实力 拿起小刀狠狠地刺向了詹尼弗 那一刻多年来积累的恨意让她彻底失去了理智 爱实力不断地刺向母亲 甚至在母亲瘫倒在地不能动弹后 还一直拿着刀刺着 疯狂的爱实力刺了足足有三十多刀 最后母亲詹尼弗 同继父托马斯一样倒下了一片血泊中 直到宣泄完恨意 爱实力才渐渐恢复平静 她把妹妹们关起来 一是不希望她们发现雪淋淋的案发现场 而是害怕她们影响自己的逃亡 然而没什么依靠的爱实力 只能求助男友逃跑 但即使是这样 两人的逃亡还是很快就告终了 由于瑞安没有参与作案 所以她并没有遭到关于这桩凶案的指控 而是很快就被释放了 而爱实力在被捕后 则遭到了来自各方的质疑 不过爱实力的妹妹们 在接受警方调查时 侧面证实了托马斯和詹尼弗 对他们的虐待行为 托马斯的妹妹桑迪还为爱实力出庭作证 在法庭上 桑迪说 因为哥哥托马斯的暴力问题 他已经15年没有和他说过话了 桑迪甚至认为 爱实力不应该为这次凶案负责 因为托马斯的暴力直接改变了他的一生 不仅如此 托马斯的前妻 詹尼弗的一名前男友 和爱实力的朋友们 也都为爱实力做出声明 他们都证实了托马斯和詹尼弗 在家庭中的暴力倾向和失职问题 于是在2016年3月 爱实力被法庭认定犯有二级谋杀罪 被判处监禁40年 其中23年必须在狱中服刑 剩余17年 则要接受长期监督 随后 爱实力就被关押在 丰迪拉克的泰奇达教化所 与很多在狱中追悔莫杰的犯人 所不同的是 爱实力告诉媒体 监狱中的日子 是他有生以来 最快乐 最安全 和最自由的日子 在监狱中 爱实力甚至还获得了 他的高中文凭 不过爱实力的几个妹妹 对这个判决结果 并不是很满意 虽然他们现在 已经被送到了济阳家庭 并得到了应有的照顾 但爱实力的一个妹妹 还是想让他在监狱里待到腐烂 因为是爱实力 让他们变成了孤儿 然而 爱实力并没有 对妹妹们的言语感到愤怒 他始终希望妹妹们 能来探望自己 他会带着诚意 告诉他们 凶案背后的真相是什么 爱实力的经历 令人唏嘘不已 他不仅从小就被母亲的男友们 侵犯并虐待 还遭受了母亲的冷眼和背叛 对于父母的怨恨 或许正是他犯下大错的原因 但无疑 他已经为他的行为 付出了应有的代价 那么关于这桩案件 你的看法是什么呢 欢迎在评论区和我们互动讨论 如果喜欢咱们的内容 记得点赞订阅频道哦 打开小铃铛 第一时间接收上新消息 感谢收看本期超级侦探 听离奇案件 平摆为人生 我们下期再见